日前,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自3月19日凌晨零时起, 有海外抵港的人士都必须接受14日强制检疫。 18日下午,记者在香港国际机场观察到, 不少来自欧美等国的海外留学生敢在新措施实施之前抵达香港。 虽然现在机票昂贵,但很多人表示,落地之后就感觉安心了。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香港特区政府17日宣布, 对所有海外国家及地区发出红色旅游警示。 19日凌晨零时起,有海外抵港的人士都必须接受14日强制检疫。 从美国波士顿飞抵香港的留学生王同学表示, 自己一直在关注各个关口的消息, 看到香港19日起将实施新的强制检疫措施, 所以决定购买18号的机票回来,随即前往内地。 那边的话,就是感觉到有不太安全吧, 因为我是有跟其他社友一起住在宿舍里的, 而其他社友是有一些别的国家, 他们就不在乎,不在乎的话, 他们的防范意识就没有我们强, 所以跟他们同住在一起就会让我不是觉得很安全。 来自英国的高中生黎同学一认为, 学校里的人对疫情都不够重视, 校长教育大家勤洗手就够了, 有些去过疫情严重地区, 本应被隔离的学生也并未被及时隔离, 这让他觉得很危险。 原本回国的航班被取消了, 在家人的帮助下, 终于抢到了这张京多哈飞离香港的机票。 他说现在英国回来的机票一票难求。 好贵啊, 现在是什么5000磅都买不到, 一张经济藏了都, 11万13万的都有, 然后现在包机也不能飞回来。 记者看到黎同学穿有防护衣, 佩戴了两个口罩以及一次性手套。 他说自己路上的15个小时, 一直不敢摘下口罩来吃东西, 在机上也不敢使用卫生间, 虽然一路上心惊胆战, 但能够回来还是觉得很幸运。 能出来就真的很开心了, 还有很多同学现在就是票全部取消了, 原本要走的, 全部现在就stuck在英国了这样。 一是从英国抵达香港的郭同学称, 自己这一路上可谓一波三折。 原本买了17号从英国博明汉 经德国法兰克福新加坡回国的机票, 但在德国却遭遇了被拒绝登机, 值得在机场购买了 经多哈飞抵香港的机票。 机票现金后后花了逾十万人民币。 他说, 这其中有一些费用是后续可以去退的, 赶紧回国才觉得安心。 因为我还之前还买机票, 还有名字填错过一次, 然后我又买了别的后补的机票, 这些后反正花了19万呢, 感觉反正一下就心安下来。 就英国, 到英国的时候我当时就特别慌, 主要是因为你不知道谁得病了, 你也不知道你真的如果得病的话, 你到底该怎么样去救治, 这个是让我感觉到最无助的一点。 记者观察到, 当天从海外飞抵香港的 绝大多数旅客都做了防护措施, 佩戴口罩, 一次性手套, 护目镜, 部分人还穿有防护衣物, 受港服发出的红色旅游警示影响, 当天多个离港航班取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